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声 印表机刷音声此起彼落 这间有70位员工的防水涂料公司 在台湾拥有高达八成的市占率 董作张继华如常在原先开放空间的座位上办公 而背后的董事长是仍维持先生还在时的模样 空着不用 大家都明白这是张继华刻意的安排 足以表达他们夫妻的间谍情深 当年放弃自己的舞蹈事业 跟着先生摆手创业 张继华成为最得力的贤内助 但不料身体一向健壮的先生 2015年突然离癌走势 面临人生彩色变黑白的剧情 他不轻易放弃的性格 再次让黑白又染回缤纷的色彩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了这位来宾 我经营的是一家防水涂料公司 不过她原来是学跳舞的 原来是一位编舞家 这跨度真的是很大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生命故事 欢迎Grace姐你好 好 大家好 防水涂料公司 在那个领域比较是 化工产业 对 应该很少女生还是女老板吧 几乎没有 这应该也不是你从小 就是能够想象得到的人生道路 对 这是上帝的安排 就无法规划这样子 不过现在在管理一个企业 跟我刚刚讲你原来是做编舞的 这中间会不会落差也太大了 舞蹈是很细致的 因为要上台 所以很detail的管理 那管理上面其实有相通的 尤其在表演的时候 是哦 其实你说服装 对不对 服装 音乐 什么各式各样 对 道具 你这个表演现在是现代舞 你过去下去换一下服装 可能变那个民主舞 然后武功 芭蕾 我们是这样混的 所以你马上就要回到 你的角色上 然后你整个从头到服装 转换 形态 然后灯光可能刚刚是 solo的follow灯 那跑到群舞 这个等于都不一样 所以真的很多细节上的调整 那在细节上面 着重放在管理上 其实是相同的 相同的 不然小时候就是喜欢跳舞的女生吗 对啊 因为我是军人子女啊 我们家四个女儿四千金 哇 我是老妖 眷村长大 其实真的是经济不优渥 四个孩子年纪都近吗 我们都差两岁 两岁 两岁 对 那我们家因为父亲之身来台 很爱我们只有四个宝贝 妈妈是本省人 父亲是外省人 然后是住在眷村 对 住在眷村 从小就长大 然后姐姐就带我去看那个漫画 芭蕾群 你家小女孩就那种少女 就是那种梦幻 只要想学舞蹈 可是因为我是老妖 最后我们姐姐都求情 然后让我可以实现大家的梦想 实现大家的梦想 因为他们 我们小女孩都有那个喜欢 芭蕾的梦 看了芭蕾群的漫画 所以姐姐们其实也喜欢 也喜欢啊 爸爸为了我提早退役 为了你提早退休 因为他可以继续延续 因为他是中校 再往上升 对 他可以再等 不用那么快 但是因为他盯着我这个小老妖 怕我就是偷跑去学舞蹈 因为我小五学舞后 然后呢 就是那个表现还不错 老师让我 舞蹈老师让我去比赛 我就都慢慢就有得奖 出自听从 全线啊 第几名 然后慢慢慢慢就都有得奖 所以还挺适合的 但他认为那是兴趣 那他认为因为要有文凭嘛 对 我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有点就是很想要 有点拉扯不老实 我的吴老师很好 不跟我收学费 然后我的国中同学就cover我 然后就故意说 今天他来接我到我们家 然后要去补习 我爸爸说不是二世吗 为什么礼拜三要去 我说 因为老师调课了 说一个小谎 然后同学cover就带我到舞蹈社 他就回家 可是良心不安就跟大姐讲 然后大姐就跟爸爸去卧学 大姐还帮忙卧学 对 我们老大 我们老大 我们都尊敬老大 老大又是知忧 然后老爸就听他的话 姐姐功课又好 就很棒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就跟老爸承诺 我保证我一定要上大学 那你让我读舞蹈的好不好 最后老爸就小老妖吧 同意了 所以你是念那个叫做舞蹈班吗 对 我是华杠义校 我高中是在台北 读华杠义校 然后保送珍视 然后推增上去上文化大学 所以我在台北七年 都在阳明山 就等于是舞蹈 真的是本科这样一路上来的 对 我是本科的 对 后来还到了北京去学是不是 对 暑假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 那个是民主舞蹈 那我们学校就有办很安全 那时候眷村也没有出过国 好像是第一次还第二次出国 然后去那边学习 我觉得那是很大的成长 你看他们是那么专业 而且从小是万里挑一 真的真的 那就不一样 就我要认真对待 然后刚好就有机会要考青榜团 然后自己就编了一小段 青榜团是要去到 青年访问团 那一年是去新加坡 就是去新加坡有点像慰问 对 宣慰 草包 对 青年访问团 那台北大专的那个 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 我们是舞蹈专科班 但是就三个 只有我跟两个学姐 但这中间有点波折的对 对 就是在上现代舞课的时候不小心 因为现代舞的时候 他做一些动作 刚好有一个倒立 那倒立可是你要hold在空中 不是在墙上 是在中间这边 倒立你要慢慢控制好手腕的力道 然后把它hold下来 没注意就整个摘过去 就尾椎 颈椎整个背着地 那我心中想 惨了 会不会瘫痪啊 对 刹那间就是会害怕 对 然后赶快回到阳明山 就打电话给姐姐 是 请她为我祷告 是 对 请姐姐为你祷告 对 请姐姐为我祷告 所以姐姐那时候在教会 我姐姐 大姐跟三姐是我们家第一 她先信主的 然后我就是跟姐姐妈讲 姐姐跟我帮我祷告 遇到这个事情会很害怕 就是帮我祷告 然后可是要排练这些的时间 时辰越来越近 是 对啊 所以担忧 那我很幸运就是 我们要上运动上海 是 我的老师就是隆总的 附健科主任 对我也很好 安排很多的附健 但是要得医治还是要靠神 因为那是附健都是要靠时间 你是就出国在即 人家卡那个位置 你是能上还是不能上 对 对 好好想去 好不容易有军人指引 你可以出国 就代表国家的荣耀 没想到最后面 在最后通牒的时候 我好了 我可以上台 也可以舞动身体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你经历到 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跟上帝是第一次 我觉得 就很亲临相通 然后知道他是真实存在 而且是保护我的 大学毕业后 张继华的舞蹈事业一路长红 然而 当面临事业与爱情的选择题时 最后他选择告别舞台 迎向许下终身的初恋 走上夫唱妇随的新旅程 继华是很听健鸿的话 然后其实是很照顾他的 然后继华是开车 健鸿坐车 可是健鸿说什么 他都说嗯 好 OK 就是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们是很亲密的 从计华的言谈之中啊 就会感觉到他是 很像小鸟依人在他的丈夫的 那个怀抱里面这样子 我们可能很晚 从去找爸妈求救 可能要天年落步啊 或干嘛 比较小的时候 然后发现他们可能刚睡了 然后可能他们就会 手牵手一起睡觉之类的 然后就蛮可爱的 爸爸会偷偷翘班 就是他蛮 爸爸蛮浪漫的 就是有时候 他可能突然想要去泡个汤啊 或是去哪里玩 他就会跟妈妈把事情都交代好 然后两个人就可能星期一星期二 就赶快就提早下班 然后就出去玩 然后可能我们想跟 我还是会说不能跟 然后之类 就很可爱 他们感情真的很好 我说你啊 嫁鸡随鸡 嫁口随口 你不能给我想说 你要去舞蹈 要去跳舞 要去当老师 你觉得对不起 你要跟到做 跟到这个女婿 这个女婿很口高 很好 很有孝心 对他父母有孝心 对我们也有孝心 我实在是 这个再好不够了 你自己找的 我们很满意 从小就很喜欢跳舞的Grace 到了上大学期间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出国去做表演 也因为这样的历程 他经历到了神 是第一次特别的经历 大学期间也很特别的是 认识了先生 我是宜蘭人 他是高雄人 他是高雄人 他的学长是宜蘭人 蓝友慧 就叫学长 听说宜蘭人很漂亮 来认识一下 就拉着学长来认识 我们这个舞蹈系的 高雄人跑来蓝友慧 为了认识学妹 尤其是舞蹈系的 我觉得化工系的男生 听到舞蹈系的女生 眼睛会亮起来 你那时候看到他 你有什么特别感觉吗 这个男孩好怂啊 怎么会来追我呢 要穿那个肉色的 V里毛衣 然后竟然里面没有内搭 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熟 舞蹈系人比较品味吧 但蛮真诚的 然后他也很喜欢摄影 跟我老爸一样 我老爸很喜欢摄影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约会的理由就是说 我帮你照一个 头上有光圈 我帮你照一个头上有光圈 他有得摄影家作奖 那我又喜欢踏青 从小老爸都带我们去踏青 我们家不是爱逛百合公司 我们喜欢踏青大自然 个性挺好的 逗我开心 对后来就是在一起了这样子 但是到了毕业之后 因为你说他是高雄人嘛 对对对 他比我大一年 那你们是都留在台北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他毕业的时候 我还在 我还大四嘛 他毕业他就先回高雄 他就回去了 他就回去了 他回去上班啊 回高雄 那你呢 你毕业之后 我毕业之后 回宜蘭那边的 罗东南洋舞蹈团 你也到宜蘭了 对因为我回去啊 因为我 也回家了 已经认定了彼此 那我母亲说 我从小是小老妖 然后在台北七年 国中毕业就上台北 然后都不在他身边 然后呢 虽然是君臣子女 但是呢 这个不太会洗手做羹汤 要回去调教一下 而且在他身边啦 妈妈会舍不得 所以以后嫁去高雄那么远 所以已经确定是了嘛 所以回来 陪他们身边 所以那时候就 本来也考上台北民主舞蹈团嘛 想说可以继续走 但是 妈妈这样说就好吧 那我就回来 就在南洋舞蹈团 可以教舞又可以陪伴他们 可是你们两个就是久久建议 就分隔两地 分隔两地 对对对 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多久啊 大概两年 也两年的时间 可是彼此都还是很确定对方 很确定啊 那其实也不简单 我蛮坚定的 真的耶 真的就心无旁骛认定了就认定 真的耶 比较死心一言 那你们平常 是多久可以见上一次面约会 还是需要吧 这么远的去 有时候是他来 那有时候我上去 那我因为教舞时间比较弹性 那时候可以上去 但是因为都比较忙 可能几个礼拜吧 然后不然平常就电话嘛 那时候没有视讯 对 就电话 对 保电话周 一讲讲很久这样 没有 我们家老爷不太浪漫 所以他不会讲很久 他说来跟你请安 我说了无心意 当然可爱啦 对 可是就这样子谈恋爱 然后维持了远距离 两年的时间 对啊 那我觉得你们真的 就是你一直在强调 你真的就是一个认定就认定的人 对啊 我是这样的人 那后来就是做化工的了 对 那他的兴趣 他从武专就是化工 然后大学时 我跟他都很幸运 我们的志向都觉得 兴趣确定的很清楚 是是是 不像有现在实际的孩子 都还在找 对 我们很幸运的 都很确定 那你说他大年五岁 所以时间到了就有压力 然后他大五岁嘛 他三十岁 那个台湾人不是三十岁以前啊 三十而立啊 所以那我就啊 那我们北部人认为 哪有人那么早结婚 那南部人认为 没有就是要结婚 第一次他当我父母很好笑 就那个干戈给他出收主意 说带两只鸡 然后是活的 然后事后再跟我爸妈聊说 好熟 这个女婿怎么会那么土呢 人家是两串家 他是两个两字鸡 这怎么处理啊 然后还好险我妈还会杀 我就觉得很好笑 后来多年后回想 大家在讨论嘛 就觉得好好笑 那你非常看重的姐姐 对于妹妹这个男朋友 那时候姐姐有什么 有什么建议 或许她有什么看法 我姐姐那时候 后来我们要认起婚嫁 她已经在加拿大选教了 那华神毕业之后 我觉得她们就到加拿大 她们的志向就是选教 那可是等到我们要 要确定要结婚了嘛 就是要在谈那个后续的时候 那我已经受洗 我就回到宜兰的时候 就会 因为在南无导团 要陪担父母 我就可以自己有稳定的时间 我就在教会有聚会 可以尾声 所以那时候受洗 我是在宜兰受洗 那我姐姐从加拿大 特别打月亮电话回来 就跟她 指定要跟她 就是要跟她讲话 说我妹妹已经受洗 是神的儿女 我们尊重你的自由一致 但是你不可以影响 我妹妹的信仰 你要尊重她 你才可以娶她 大姐说的很有智慧的话 然后她后来她说 为了要娶老婆 我全都答应了 那你们后来结婚 没有多久就想到创业吗 是先生提的 是先生先创业 才结婚 她喜欢就是乐在她的工作 她觉得台湾的建筑物 其实你要把房子盖好 才提升 就是说 可是你都是没有做好防水 这个防护 就不能把防护的品质提升 那到处的肉不好 真的 所以很虚啊 那大家就觉得很痛苦 那她觉得她就可以解决 因为她是化工嘛 可以解决 她很喜欢解决 她好爱研究 她以前就住教 赶快住教跟她好朋友 她研究很强 她做实验很强 所以她就想要创业 所以就跟先生 我们创业的时候就 唯一哪一次100万 就是跟爸爸 爸爸 我先生就跟公公拿了100万 创业的基金 100万我们买14万的破烂中股车 然后还有那个 他的要跑业务的那个 Telstar那时候的头期款 后面都我们赚的钱付 然后跟租的厂房 然后跟简单的基金 所以我们就是量力而为 我们从来就是觉得说 你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所以你们在 整个经营事业过程 也不会说要去融资啊 或是怎么样去弄一些 都没有 为了要更多的扩充 先去弄一笔资金 对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都说你干脆就租啊 或者是去借啊 你背个杠杠原理啊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 就算他还没有 他还不是基督徒 我觉得很幸运 我们两个观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从来不借贷 不坐宝 秉持上帝的原则 因为外面有那么多的声音 对 人家都是为你好嘛 对 你可以成 但你也可以拜 但是你要走怎样路 这就是一个选择 我选择 我觉得上帝的教导 我觉得是心里面很平安踏实的 是 那我不急得贪快 我跟先生你看 我们选择水性的防水涂量 那个年代是游性当道 可是我们每一次的选择 是为了 它是环保更好 所以我们的选择 决定我们以后的定位 先生什么都很好 没有不良嗜好 唯一喜欢喝个小酒 那有点微醺的感觉 那可是喝的时候说 圣经就说 荒焰醉酒 如坐在传犬旁边 那醉酒的时候 看到这样回来 你心爱的这样醉醺醺 觉得哇 你是罔顾性命吗 万一你又怎么样 我跟孩子怎么办 我就火就上来了 就很生气 然后隔天就叫他清醒 切结束 洋光下一边浇水 一边介绍 跟先生一起打造的花园 一草一木 都有他们的心思和美意 然后像这个他最爱的 这个铜钱草要非常潮湿 当然喜欢吃很多水 大量的 年轻时就信主的张继华 像是早早抓住了恩典的泉源 成为事业蒙福 先生信主的关键人物 他知道建宏在公司员工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老板 是很爱他的员工的老板 然后其实他们的员工也都跟林先生很好 有时候我在听他们一些员工 称呼张小姐的时候 然后现在很亲切 然后我们林先生我们张小姐 其实我听在我的心里 我都觉得这一对夫妻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他们很爱这些员工 觉得他带给我们同仁 不管是业务还是公司工厂 还有不管是业务还是一般的助理小姐 我们所有的家人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 他内化了我们 我觉得我用内化这个词 为什么 因为他 他常常挂在嘴巴一句话 我们公司就是说 第一大是一家人 第二我们不需要就是业绩挂帅的佣兵 你没有向心力 你只是纯粹看数字的部分 那个是没有向心力 没有忠诚度 那不是家人 可是他非常重视一家人这个文化 他爸爸是比较没有耐心 然后也有听妈妈说 还会对员工生气 但信主之后爸爸很有耐心 我记得有一次 不管是我哥哥跟妈妈吵架 爸爸都会听完我们的情绪 这是我很爱爸爸的一件事情 Grace从北部驾到高雄 跟着先生一起打拼事业 他们开创的这个事业 其实很快就稳定了 对 那你们是怎么分工 我先生就是业务研发 然后我的部分当然就是行政财务 然后我觉得你要去跑客户 所以工厂管理是我 那时候就有两个员工 所以你要排成原料的库存管理 但也是得从头学业 对啊 然后会计不同开发票 就坐在会计室前面给人家问 设定五个问题问完回去 然后老公又问我 丢两个新的问题 我再鼻子一磨再回去再问 就是这样一点的学习 可是我满乐在学习 所以你才快你也要学 是的 我觉得那个就不容易 就数字要有概念 对就问嘛 那你们会吵架吗 家里头生活也在一起 我觉得夫妻要一起工作 真的很不容易 很难 大家都这样讲 但是我们很幸运 我们两个有讲不完的话 真的 对 很爱讲话 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 我们很爱出国旅游 然后那个同团都觉得 这是你小三嘛 怎么会这样 话会那么多啊 因为老夫老妻的话 应该话没有那么多 好像都相敬如冰 冷冰冰 那我们两个是话 我老公有什么创业 老婆告诉你 我觉得我想到什么idea 然后人家在说 我觉得很棒很棒 我是很好听众 想法上非常契合 对 那在信仰的步调上呢 因为当初你嫁给她 其实心里头是有过挣扎的 虽然大姐有跟她交代过 她也说尊重 对 但她有愿意进到教会吗 你后来到高雄还是聚会吗 对后来很幸运就到高雄 我一个契机 就是我姐姐嘛 就是她的那边的会友 加拿大回来 然后她就是刚好是在 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岗山 然后岗山了 然后她的那对友人 都是那对夫妻 刚好其实是文化的校友 然后就在岗山 那我们就进到教会 就有一些连结 对 一些连结 然后她就会邀请先生 去参加小组 还是去爬山 吃烤鸡 泡茶 还运动 然后教会的朋友都不求什么 然后人很真诚 挺好的 然后小孩子很爱参加主日学 一开始他没有去 我们就去教会里面 那先生说 不是两个孩子吗 不是两个孩子 两个男生 然后他们两个好喜欢去教会 然后一天都好交朋友 所以你那时候 就会带他去主日学 对啊 就是在主日学 从小他们在主日学 那当你带他去主日学 那时候先生还没有进教会 一开始还没有进教会 他在家里 免花勒潮弄花园 然后呢 但是我就会利用说 母亲节啊 圣诞节各种活动 孩子有表演啊 就老公孩子表演 一定要看啊 就慢慢有这个契机 进到教会 或者刚刚说的爬山啊 吃烤鸡的 彼此的生命的连结啊 那我觉得他就慢慢接触 然后到弟兄就邀请他加入小组 然后姐妹就是我的小组长就跟她说 建宏啊 你来参加那个来主日崇拜啊 她说 可是我都听 我听不太懂 我又打瞌睡呢 打瞌睡啊 然后我小组长好有智慧说 睡得平安也是很好的 她说我这样不会觉得怎么样吗 好那我就去 对对对 就没有他压力啊 她就慢慢一点一点愿意去 那孩子会跟爸说些什么 会啊 她就说 她就跟朋友讲说 她会信主就是我们三个小天使 一下礼拜三小组说 我今天肚子痛突然不舒服了 就是想偷懒 不想去小组 然后呢 儿子就会说 爸爸你每个礼拜都回去看你地上的父亲 怎么不去看看你天上的父亲 我们老二就很熟悉 小小传道说 好啦那我去 然后老大是小时候冲动控制力不佳 他说弟弟又很爱挑衅 他的手就拳就出去了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那这样子的时候 他就说 爸爸你没有觉得我到教会 我有改比较好吗 他爸爸听得很心疼 说有有你有改 其实当然孩子还是有冲动 但是听到孩子用他这样来去鼓动父亲 他就觉得说 有有 父亲就感动 好不去 那是怎么样状况 他愿意真的接受这个信仰休息 先生什么都很好 没有不良嗜好 唯一喜欢喝个小酒 那有点微醺的感觉 那可是喝的时候说在圣经就说 荒焰醉酒 如坐在传犬旁边 他醉酒的时候 看到这样回来 你心爱的这样醉醺醺 觉得哇 你是罔顾性命吗 不然你又怎么样 我跟孩子怎么办 然后火就上来了 就很生气 然后隔天就叫他清醒写窃姐书 他醉的时候 就是他清醒的时候 还记得他前天晚上醉的状 他知道 然后生气 一次两日写 竟然是窃姐书也没有用 我还给他冲 所以每一次都写 对 我生气 觉得这一次特别不OK 我就生气到写 我写的没用 那你签了是不是叫他要怎么样 她叫他自己写 叫他自己写 所以如果我下次还这样这样的话 我就怎么怎么的 对 生气 然后好像没什么用 然后我写觉 然后他又跟我道歉吗 那可怜姐跟你说 老婆对不起 然后背我手 我说老公 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软弱的罪人 所以呢 我知道你是真的跟我道歉 但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所以你立志行赛 由得你 行出来由不得你啊 所以我知道你的软弱 然后我说 所以没有用啦 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你 那我不要一个灵感 我那天就生气 我说他看我生气很久 我就说 不行 这些都没有用了 你要是受洗 我觉得天父爸爸在你身上的印记 有圣灵实实地引导光 不要我碎碎念 因为你是头 我妻子不应该去转动你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可是上帝你有上帝的印记 他圣灵会实时地跟着你 那我觉得就会 你要去应酬还要干嘛说 你就会被提醒 我就觉得不会累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对 然后我说 那我才可以原谅你 我不知道我就这样讲 他说 好啦 那我收洗好了 他是因为这样收洗啊 我怎么不一年前就这样讲呢 因为我觉得不能用逼迫的方式 然后我就有点塞呐 逼迫我说 这样我才要原谅你 他进来说 好啦 那我收洗 当然是刚刚说的 他已经在教会的小组里面 已经在发芽生长了 那你这个时候 那个timing对了 他就愿意了 那你会觉得 先生有什么在意性格上 或在乎 因为他本来就是很好的先生 对 很好的爸爸 他其实脾气也很大 但他对我就是很包容 反而我比较教贵 我是小老妖 从小父母疼 姐姐疼 师长疼 其实我一路就是这样 反而是我 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你的改变比较大 我觉得是我 因为两个都是基督徒 你要有好的形象 那我觉得是我会去认错了 因为我们家的人口才很好 别财无碍 怎么必要说 老婆我是罪了吗 怎么都是我道歉 我说 因为你刚刚说那句话 所以伤了我心 所以我才会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要去认错 因为这样的话 他就会更疼爱你 那我先生也是更包容 还有他的是在对员工的 脾气上面好很多 他对我是一直很好 对 他对员工的脾气上 我跟他说 他在这边训话 我就C C C 我就跟他比 你要有上帝美好的形象 请不要这么修对了 他就说 他以前是说要100分 每个人都要100分 可是他现在说 不 我想通了 我有十个业务的话 每个人都10分 我们不就100分吗 心境的不同的想法开阔 而且我们是管家 管家 我们是管家 要做神的好管 因为我们也是努力 但是上帝才是我们的老板 所以你管家 你不要自己去长那个度 所以我觉得那个心境觉 交给上帝交托 我觉得那个心境是不同 所以在这种事业上 想法其实也不大一样 就不大一样 以前是很倚靠自己 对 会比较辛苦 我老公很喜欢帮我摄影 所以他比较少在镜头 然后呢都是 我跟儿子很多 然后慢慢孩子大了 就可以帮爸爸妈妈照 意外来得措手不及 先生林建宏的健康状况 急转直下 张继华与孩子们不断地祈祷 悉心照顾 引颈期盼 并得医治的到来 很遗憾的 这一段仅仅相依的岁月 竟是陪伴先生 走完生命的最后一里路 我们从林先生离癌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全部的员工都不知道 包含我们这个常常 就是林先生必须要 交代实验啊 然后聊实验 我们也都不知道 那时候就是林先生 都是透过电话 跟我在联络而已 然后我们是到 林先生离世的那一天 我才早上收到消息 我们整个工产团 知道消息的主管 真的是大家都崩溃 可是我们张继华 真的很坚强耶 他只有眼眶红红的 然后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告诉我们往后的方针 然后我们以后 该怎么走下去这样子 他不太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 他很软弱 甚至哭啊干嘛之类的 可是在祷告的里面 而且在分享的里面 其实他会很坦诚的说 包括他 他里面的孤单 他也会讲 像他会说 以前睡觉的时候 两个人可以手牵手 可以抱抱可以聊天 现在就没有了 其实这颗丝呢是 你听起来就会很心疼 一直到宝宝走的那一天 也是很认真地在祷告 就会觉得 宝宝会好起来啊 然后我也有人提到 那个死里复活的故事 不是耶稣还有其他死里复活的故事 我就觉得是可以的啊 就是有点不想面对吧 觉得是会救 所以 对 到一两个月后的某一次 好像赞美之全的敬拜 还是我们教会的敬拜 我猜就真的是流泪 我不是真的走了 人生故事走到这里 大家会觉得说 哇神真的是很恩戴 Grace 从小备受呵护的长大 一直讲说 自己嫁的时候最小的女儿 然后最被照顾 最被疼爱的 嫁了一个很不错的先生 然后一起经营事业 大家却能够把这个事业经营的 也是有声有色 就没想到后来 先生生病了 他其实在试前 其实有征兆 就是他总是胃不舒服 我们想说 那个时候 工作压力大之类的 我们说 可能吃东西 吃到一些什么 有食品添加剂 还是喝 因为喝点小酒 是不是胃肠胃不适 是这个问题 然后最后一次是 2015年的时候 就是在 我们家都寒暑假 会跟孩子玩 就那年是寒假 我们就去日本玩 然后喝了一个深啤酒 怎么腹痛难耐 就觉得那次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回来就 赶快回国之后 就要安排身体健康检查 我记得我先生那个时候 因为要过来 他说 老婆 老婆在哪里 因为我们家很大 他在楼下 一路喊上来 说老婆 医生说我有找到东西 我心中想 应该不会怎么样 上天那么恩断 我说 那没关系 我们就年后 赶快排个时间 去检查 就好老婆陪你去 所以然后我们就 后来年后就 所以也没想到这么严重 不知道 我想说他都很健壮 我那时候在讨论 常常每天都 饭后我们两个都散步 然后我就说 应该我比较早死 因为我看起来比较焦弱 他身体一直都很好就对了 一直很好 我现在每一次头痛 每一次感冒 就是我比较弱 感觉上他应该身体很强壮 真的没有想到 最后面 然后他又穿刺跟什么 最终在三月确诊 是得胆管癌 第一时间听到医生说 确认的时候 他觉得会吗 会不会弄错 要不要再来一次 因为我觉得不太 不太 好像不真实 不真实 我觉得真的不真实 因为一个这么健康健壮的人 你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 也不真实 其实真的不真实 而且医生那时候 他在取的时候叫我去 他跟我说 整个 他还在手术房的时候 所以他还是有开刀吗 没有 他是在穿刺 在顺便取的时候 那时候是手术室 然后医生在广播叫我去 然后他就跟我说 整个腹腔都是 我听了就偷皮发麻 不是很懂腹腔都是 那不就有扩散的意识吗 然后觉得说 那是怎样啊 可是我没有跟他分开 后来他就黏着 我觉得我们去看医生 去做什么任何的治疗 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 但我先生都跟医生明确讲 你不要告诉我第几期 不要告诉我什么 就是医疗交给你 心灭我交给上帝 我都可以配合你 然后特效干什么 我都可以 我想要活 是是是 先生那个时候确诊年纪 大概几岁了已经 52岁 其实也是年轻 对啊 先生术后醒过来 他就知道这个状况了吗 我不太敢跟他说 你也不太敢跟他说 我觉得人里面 强人可能是面对生命的时候 那些家业事业 其实都过往云 可是你的性命最重要 当然我们虽然有盼望天章 可是你看他还这么年轻 对真的 真的还那么年轻 可是我那时候讲说 真的有点不真实 可是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的 我跟我先生一直认为说 只要上帝愿意啊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 还是每天灵修祷告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很特别 是上帝一直给我们话 有时候读到 原来福音说 愿你们平安 我再说愿你们平安 然后神所赐的意念 不是降灾的 是赐平安的意念 所以我就说上帝 老公你看今天活泼生命啊 因为我们教会 全教会都读活泼生命 那我照的日期 神还是一直给我平安的确局 所以我一直是有盼望 我现在一直有盼望 因为想活 对 知道在上帝 就是没有难成的事情 就是一直知道的 是 后面都不敢想 是 也不能想 那他身体有一些 什么样的症状吗 就是说痛啊 不舒服啊 或什么的 其实当然会痛 可是初期就是 一阵一阵痛还好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 到后面的时候 他有附水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最难过的 我看了都好心疼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瘦下来 没有办法躺着睡了 他要趴着 他要坐的时候 然后甚至你看 我们家的老师说 我们要把我们家的桶子 放在家里面 很多他经过的角落 因为他会想吐 那时候看到 平常那个强人 他竟然这样子 想吐 你知道好心疼啊 可是你又不能在他面前 怜悯他 不喜欢只会是陪伴他 然后我要睡觉 他说老婆你睡 你不要管我 怎么我躺在床上睡 可是他是在 坐在沙发上 我说老公你没有 我说没关系 你赶快睡觉 你明天还要去上班 你就开始那个时候的煎熬 那个时候 最后面那个时候是 比较难熬的 医生有没有明示暗示 跟你们讲说 他的状况实际上是 很不乐观或怎么样 有一次就是 先让阿姨把他推出去 因为开始有血栓了 那次腿我们就让他 坐着人也有血栓 然后我就 医生想要跟我讲 他说这个很快 你要心理准备 他说了这句 老公说 老婆呢 马上呢 这个阿姨 我就说好 要赶快出去 然后我就 那我就想 很快 那是多快 对 可是我觉得 不然是傻傻 还是对上帝 真的是单单的信心 你也只能依靠上帝 就是知道在最后一刻 只要上帝愿意 在他还是没有难成事 所以就一直一直 那个信念 先生在很不舒服的时候 他的信仰状况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 他也祷告 或是他也会祷告之中 有没有可能 跟你在对话的时候 想说 为什么这种事情 神要让他发生在我身上 会不会有 像这样子的想法 倒没有 我觉得很感谢主 倒没有 可是 但是他有时候 他会 唯一他会讲说 老婆你可以的 他没有在交代什么事情 但他对我说 什么意思 他说你可以的 公司你可以的 然后要是我没有办法的话 你可以的 然后我跟他说不行 我说老公你不可以放弃 你一定要陪着我 不然我没有你 我怎么办呢 他说你还有两个儿子啊 我说没有儿子 是他老婆的 未来老婆的 不是我的 你们的关系 因为一直非常好 对 而且你们是24小时 朝夕相处 对 生活工作全部都是 粘在一起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 我不能想象 你放下我怎么办 我没有想到我可以过去 对 在那个当下对眼说 那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所以我跟他说 你想都不要想 我说不行 你要给我坚持下去 你不准放开 他说我很想啊 他说我很想陪你 可是若是上帝不许呢 那你就是 你可以有上帝有孩子 若是可以 我当然想陪你啊 我们唯一对话的 我们也不想 没想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面的时候 他痛到其实从贴 马飞的贴布 到打那个止痛针 痛到都是会叫 到护理站离他最远 都听得见 就你心爱人这样子 我就故意要去倒水 就去外面 地眼泪擦擦干 眼睛好 恢复再进来 因为我觉得他 虽然倚靠上帝 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 他看到你 都对他放弃哭泣了 我觉得他会被击垮 所以我不在他面前哭 但先生在最后的阶段 他自己是怎么样 面对他的生命 现在已经到了这里了 其实他不太想 让人家去看他 就是牧师跟传当 可是之前带他的 有一个比较像小株掌的 他就问他 他跟我说 他就接话说 他说我准备好了 如果是上帝要接我走 我也准备好了 他没有味精之士 可是唯一说 可以留下来 因为他知道我会孤单 放不上 他只有舍不得我 但我觉得在他心里头 有那个踏实跟 确确知道神会保守 你们还是在神的手里 所以想起来 虽然还是难过 可是心里头是平安的 还是很平安 没办法 人家觉得你怎么那么正向 所以有些的 上周还是谁的采访 说你怎么那么正向 我觉得信仰 他不是宗教 他是信仰 因为平安就是在我们信中 是躲不走的 那些世界都躲不走我的平安 所以没办法 上帝还是很爱我 所以我就 我就没有办法放弃 所以我还是很正向喜乐的 一直会说 金师侯一直有问题 然后业界就会一直传着这个消息 所以我就觉得不对 我就是通你走 我说没有 一次解决 那我就祷告上帝 所以我就说上帝爸爸 你让我发现这个 我老公再也都没有 这么严重的事情 那别人就等着抓我们的痛处 可是我秉持的 你说的要承心的 我要负责任 那我负责任 你就负责 我们这支材料伸长率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监测 它的伸长 因为已经到极限了 它很OK 还不会断 先生离世后 张继华第一时间 从幕僚站上治理公司的守卫 肩负员工70个家庭的生计 强忍悲伤 面对一个个接踵而来的挑战 每天看到 哇 他可能是比7-11还要更努力 他每天往工厂的实验室报到 那从配方 从技术端 从实验的一些过程 他什么都必须要了解啊 他不能够只像以前他了解 他了解行政跟财务这一段 那业务端的部分 那市场端的部分 那同业竞品的一些部分 还有包括我们技术的部分 他全部都得学 其实他不是化工人 他也不碰这些 就是一开始他也没有在碰这些实验的东西 可是我们那时候大家在找这些问题的时候 因为容易陷入迷思 可是他就知道说 我该如何去寻找资源 然后找寻更高科技的技能去检验出我们的产品的问题 然后找出我们原料厂商的问题 妈妈很紧绷 就是她很努力的顾好公私 很努力顾好家庭 剩下的时间她蛮常会在房间里面 就是有个自己可以休息的时间 妈妈很喜欢看东西练歌 然后我很常撞见妈妈看东西练歌 然后就是看完之后就会跟她聊天 她就会聊很多爸爸的事情 所以妈妈也在用她的方式去治疗 但妈妈很轻 妈妈很轻 妈妈在全家面前都很轻 除了我跟哥哥有时候在他房间 我们一起聊的时候 妈妈就会释放很多的情绪 先生从确诊离癌到离开 其实才短短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的过程 虽然Grace跟儿子们 就也是知道神是怎么样一路扶持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困难要去面对 我觉得主要还是公私 因为一直以来 虽然你们是一起打拼的 一起经营的 可是毕竟就是还是 他主要扮演那个董事长的角色 那先生一下离开时间这么快 这样子 你当时对于公司 你有什么想法吗 一刚开始 从来不会想要放弃 因为这是老公跟我的心血 那我们也会很传统 所以老公不在了 那更是他的心血 我不能抹灭掉 然后要让他继续的 那还有我们的同仁都跟我十几年 那他们是我的家人 他们从年轻大学毕业 像我的秘书跟我十九年 那他跟着一路过来 那你要叫他打回原型吗 因为我们才知道他的价值 他对公司的忠诚付出 那其他的公司并不了解 是 是 所以当时先生一离开 在这个业界传开了之后 当时大家怎么看这家公司的未来 每半年就有留言 一下说要并购我们 一下说我要卖了各种的 就不看好 不看好 所以我第一个是召集所有的主管 那我告诉他们说 我的决定我会继续延续 为了他们的 也为了林先生 就是我们的心血延续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问他我们行不行 那他们说可以 那我特别到实验室跟他说 我们要继续研发 因为老本不在了 你要是停滞了 人家就觉得 哇 你这家公司 我们是吃老本 我说没有 我不是要雇老本 到儿子界 我是继续要 插量我们的招牌 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做到 那评管要特别顾好 因为别人在等着抓我们的痛处 所以我那时候下个决定说 所有的客树要到我这边 因为你没有处理好这个部分 那你就是让人家可以发笑 就除了你原来自己 比较熟悉的那个领域之外 那原来属于先生的分工 你也立刻就出来 扮演角色了 可是上帝真的有美好的安排 因为当初 因为我是管人采购 那先生就是管研发跟业务 不然我采购之外 其他的财务行政也是我 工厂的排程也都是我 所以工厂都是听我的 考核也都是我在弄的 所以一直都是按照原来的在运作 对 那我现在接这个部分 是因为我姐夫 就是我先生在 他去世前两年很特别 就是我姐夫是电子 就是属于那种高科技业的电子 他是资讯的 但是自己的人嘛 要碰配方才够 所以请他来 那他那个时候就卡我的位置 所以你看先生不在了之后 我就可以去接先生的位置 因为有人预备 所以上帝都预备好了 那我那时候我就全新的是 实验室我要更多的了解 follow那个实验进度 我说你要讲有温度的话 我也要听得懂 然后我才能够转换给厂商 我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拿最好的材料 我才可以研发特别的商品 那我觉得那样盯的时候 他们都是这样配合我 所以很感谢他们都很乖 很听我 可是我觉得因为你第一时间 立刻就已经站出来 去扮演了那个角色 去把先生原来的角色 你把它就是撑起来了 对内来说会有很大的安定作用 员工不会那么心慌说 老板突然之间就离开 我们现在怎么办 公司未来怎么办 大家都知道 讲到这个点上了 我的作息都还是一样 我觉得让员工说 始终如一 不动如三 上帝还是我们的依靠 所以公司还是很平静安稳 那我每天就是要领袖 求神赤果有从神而来之后 我的智慧不够 要从神而来之后还有勇气 把他的话语新出来 然后呢 我的同仁可以愿意追随我 这是我每天一定要做 结束祷告讲的一句话 是是是 很不容易 不是在这或是还是碰到有危机 就是我们都会进口国外的原料 是 那因为地球暖化 你真的是越来越高温配送 因为在货柜里面是很高温的 那防腐这样效能 有它会递减 有它以前是50度 可是对不起 现在用要能够耐得住 70度高温的才适合 那可能原料商也不知道 因为以前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现在这样子一步步走下来 怎么进来 我们实验室都要经过原料进来 不管是国内外 检测过后都OK 一个月才能够上升产线 我们是很严谨的 可是这个地检是慢慢衰败 所以刚开始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测试都没有问题 然后到了半年 哇 它才出现问题 到客户 你已经做成成品 已经出去了 客人就有反应了 反应说 你这个怎么有点发霉 有的气味不对了 但是我们就要处理 所以我刚刚说客树会到我这边 那我说 这样不对 我们就检测到 怎么开始有好几个 那我们实验室是每一批 或生产制成我们都有流样品 然后就看 这个批号 然后再把它同批 同一个原料 我们就扩大去找 哇 发现了 有失机一千多桶 那我们把它print出来 那我就不对 那我就跟业务主管说 那我们这个 应该要收回 那也有声音 他说可是有的人有烦有可能用掉了 那你现在收回不是我们不愿意负责 我说我们要诚信踏实是我们公司的理念 他说可是老板 可是这时候别人在找我们的痛处 会不会别人说 金石楼就是有问题 这个也是有那个挣扎 但是我就觉得说 可是若是持其比落 你这收回来 然后不先收回那些客户 然后另外有些三个月后 因为有人摆放比较久 他没有先进先出的概念 因为店家并没有那种概念 你这事情就因为没有办法了结 对 那就是一直 那一直会说金石楼一直有问题 然后业界就会一直传的这个消息 所以我就觉得不对 我就是通你走 我说没有 一次解决 那我就祷告上帝 所以我就说上帝爸爸 你让我发现这个 我老公再也都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 那别人就等着抓我们的痛处 可是我秉持着你说的要诚信他 我要负责任 那我负责任 你就负责 真的是也感动 就是我们全员都出动 我们就把那个PR给所有的业务 那你的客人出到哪边去 他有出到多少桶 澎湖的还是出到金门 还是甚至香港的客人 香港客人出到石头 那我说你不用退了 我们有检测过 悟性完全不受影响 只是气味让你感受度 你就留下来把它刮起来上面的 然后你就继续使用 那我下次出会再补你 他就跟我们的助理讲说 林太太检测过 因为你们公司的检测我很放心 他说你们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不要补我们 当然最后还是补 可是你知道吗 上帝还是派小天使 会来安慰肯定我们 他心里 他觉得我们不是故意的 这样子也不少亏损 对 上百万吧 然后他只赔十万 那你下面的人 跟着你这么多年的这些 部署同事员工 认同 对 他们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头 他们曾经有给你一些什么回馈吗 或是有没有带出一个不一样的 企业文化在你们公司里面 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应该会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每个月的乐会 全省的业务都要回来公司 然后我都还是让他们读书心得分享 我会选我认同的一些企业 适合他们的一些管理的上面 一些思维 甚至有时候我读活泼生命 很好的那个散文很棒 有在读经 不能这样自助心 因为政治跟信仰 你不可以去强迫员工 但是你的行出来的生命 他是知道的 我觉得很棒是跟工作结合的 我们是世界里的基督徒 世界里的基督徒 对 我觉得我们在世界里面 不是不要被他灾难 可是我们可以分别 那好的他也能够认同 所以我觉得他说 我们是公司是要永续的 所以你负责任 诚信才是永续的 这真的是一个管家的概念 对 我来好好的 我是一个好管家 对 来好好的管理神 给我们的产业 是的 那之后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 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呢 我觉得真的神是 真的是在我们身边的 像就是说 你不管经历生命中的高山地 可是你还是走得下去啊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盼望 有平安的确局 所以任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真的太棒了 在这样的世界的气氛里头 做一个非常分别为生的 不一样的一个企业出来 感谢你今天这非常美好的分享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在我们今天听完张继华姐妹的分享之后 她对她人生有一个结论 就是人生虽然有高山有低谷 但是这位神是 却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神 因为祂与我们同在 没有什么困难 是没有办法度过的 你知道在人生里面 许多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一定有答案的 虽然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张姐妹她的先生 走了这么样子一个突然 她不是也是基督徒吗 她们不是也都祷告吗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不是那个样子 神啊 为什么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晓得 甚至你会觉得就是说 那如果先生不在了 这个公司还怎么样经营 她有办法吗 我们还会有未来吗 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她用她的生命要来跟你分享 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当她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一定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只要知道说 她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你只要知道她与我们同在 你就知道无论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 她都可以引导带领着我们往前去 让我们人生是有盼望的 让我们人生是有出路的 你知道很多人一直不断的祷告 就说神啊 恳求你把这样的问题挪开 不要让我遇见这样的一个困难 希望我们的一生都是顺顺利利的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 并不是如此的 神不是要把我们的困难挪开 神乃是要与我们同在 祂要给我们力量来面对前面的困难 而且是要越过它 所以朋友们 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是否从今天的见证可以听到一件事情 我们的人生需要有这位主的同在 这位主的同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祂不是给我们一些的教义 不是给我们一些心灵的安慰 最重要的是 祂这位救主要与我们同在 人生有祂与我们同在 我们人就会有盼望 你是否有这位救主呢 你是否愿意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呢 朋友们 如果你今天听了这样的见证 你愿意的话 我要带着你这样子的一起来祷告 可能你也遇到很多的问题 你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当这位救主进到你生命里的时候呢 你心里面就会有平安 你不一定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知道你不只有平安 你有盼望 而且有力量可以往前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亲爱的父神 孩子相信你要透过今天的见证 对许多人来祷告 尤其是对许多的朋友们 他真的是无依无靠 不晓得前面的方向在哪里 也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 主啊 你让我们这些朋友们的心向你来敞开 这时候邀请亲爱的耶稣基督 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你告诉我们说 你是那与我们同在的主 你是不离不弃的主 你叫我们人生是有盼望 有未来的上帝 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这时候你进到我们的生命里 进到我们的心里 以至于我们人生不再一样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们 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